五股六號月提到來往車輛多而且路線複雜 加上明文有紅綠燈 今年一月到現在就已經發生了120多起的事故 地方希望能夠比照四號月提到一樣採單項方式的行駛 以改善當地交通混亂問題 就是這樣驚險的畫面在五股六號月提道上時常可見 當地新增里長曾國榮指出 這裡是交通頻繁且複雜的月提道 一直以來常常發生事故相當無奈 希望將這裡比照四號月提道單項方式進行規劃 六號月提道路一直以來是交通最頻繁 而且最複雜的一個月提道路 然後我們一直以來也對這個整個交通事故的產生 非常的感到非常的遺憾 然後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我們一直也期待可以六號月提道路的規劃 規劃向四號月提道路一個單項 然後讓整個車流量可以非常順利 四個方向來但是有12個方向走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狀況 在提頂上面這個道路完全沒有紅綠燈 所以大家就各自找路專 提交協助指揮 今年1月至今就已經發生120多起事故迫切需要改善 可以照著四號月提道路的做法這樣子施作的話 也要考慮整個社區民眾 就是跨題的天橋的部分 也要引申到原本我們民眾可以休憩的一個地方 再把它做一個延伸 如果我們在提頂設置紅綠燈的話 可以解決部分的問題 但不能徹底解決 那我們現在想法是把它比照我們四號月提道路 讓它所有的車子都是順向移動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從提防要到我們中心路的話 到四尾路的話 要180度的迴轉 這樣的狀況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得到的共識 一個禮拜之內我們交通局做模擬 然後模擬出來了以後 我們再找所有的單位到公所再開一次協調會 陳明毅議員表示 請交通局將此處比照四號月提道方式進行模擬 一週內提出報告在於公所進行協調 盼能盡早改善當地交通混亂問題 記者胡宇軒 五股採訪報導 五股一號月提道 陳仔寮舊橋這邊呢 道路彎道相當的彎 對來往的汽車來說安全受到影響 經過蔡淑敬議員會看之後呢 將804 153號路燈前後護欄各七根處均向草皮處退縮 使彎道趨緩 以利交通安全順暢 五股一號月提道 陳仔寮舊橋這裡可以看到道路彎道相當彎 轉角近90度 對向通道往書宏北路的來車 幾乎都會跨越到雙黃線上 對來往的汽機車來說安全受到影響 日前程的里長陳自分便請託市議員蔡淑君安排會堪改善 里長在成行的時候呢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上 因為呢一號月提道口這個位置 它的彎度非常的彎 所以呢汽車也好機車也好 在行駛的時候呢都會做一個打彎 有時候會滑行滑道或者是會越線 那這樣子在行的過程裡面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所以里長才提出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我們就邀請了相關單位來做這樣子的一個重新檢討跟調整 蔡淑君議員表示 經會看後考量來往車輛行駛安全 決定將804153號路燈為中心 前後護欄各七根處均向草皮處退縮使彎道趨緩 同時將對面柳澤西護欄處改以草化線做調整緩充區 這個一號月提道靠近草皮區的部分 依據這個路燈桿呢為中心點 然後呢它的這個旁邊的個護欄各七處的位置做退縮 那另外呢在那個由柳澤西護欄的部分 我們就把線型拉直之後呢會以草化線然後來做處理 那這樣的工程呢由我們水利局高灘處來施作 那會在11月底完工 蔡楚君議員表示這兩項工程預計在110年11月底前完工 屆時可降低來往車輛轉彎風險 有效改善當地交通問題 記者胡宇軒五股採訪報導 雖然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許多人都趕緊接種新冠疫苗 不過接下來冬天到了流感呢 對於長者來說也是不能忽視的 新北市淡水區浮原遼闊 今天早上淡水衛生所醫護團隊則 下鄉到屯山裡來為長者們施打流感疫苗 最近東北季風南下天氣漸漸轉良 在這季節變換的時刻也是流感的高峰期 雖然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許多人都趕緊接種新冠疫苗 不過接下來的冬天到了 流感對於長者來說也是不能忽視 新北市淡水區浮原廣大範圍包山包海 因此今天上午淡水區衛生所 醫護團隊則是下鄉到了屯山裡 來為長者施打流感疫苗 今天開始我們衛生所和里長都有合作到 要各里去辦理流感疫苗接種站的服務 所以民眾如果有需求 可以詢問里長相關的訊息 也可以打電話到衛生所來詢問 提醒我們要接種的長者 至少跟新冠肺炎的疫苗要間隔一個禮拜 打完之後回去多喝水多休息 不要太勞累 大部分的長者在接種之後反應並不大 所以也不用過度的擔心 那如果說超過兩天之後有發燒的情形 還是要到醫療院所接受進一步的診療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流感疫苗接種人潮也不少 因此衛生所主任表示 流感疫苗接種長者必須要注意 跟新冠疫苗接種時間需要間隔一個星期以上 而在打完流感疫苗之後也是一樣需要多休息多喝水 留意身體狀況 對此今天在屯山里也有100多位的長者來接種流感疫苗 里長也相當貼心提供麵包餐點給長者使用 感謝我們衛生所特別下鄉 來我們屯山里的依賴 來跟65核以上的人出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其實為了公主也有效 就是比較不感冒 對風提來說是非常好 所以今年屯山里已經有定期的 定期百通的 因為65核以上的實際上有200人 因為定期百通的人都有衛生所住了 比較快的人都在衛生所住 所以今天就是好幾百人來住 感覺很勞勞 因為感謝我們三星人士 有人提供我們一個點心 買一個飲料 買一個胖 讓這些市長這樣可以吃一個點心 讓大家可以開心 不過有鑒於去年流感疫苗數量不足 因此今天里長特別先統計好長者的接種意願 與衛生所確定數量之後 通知長者來施打 而今天同時也是屯山里的長者共餐運動 在疫情期間無法舉辦 現在趨緩之後 難得大家可以出門來聚一聚 而且還可以打流感疫苗 保障身體健康 記者許端一 電視採訪報導 因為疫情的關係 鄰里活動中心暫時封閉 許多課程也停擺 現在疫情趨緩 悶了快五個月的長輩們 終於可以一起來動一動 市市區大同里的銀法俱樂部 恢復上課 悶好久的長輩出來跳舞 做操運動 加強肌耐力都很開心 為在汐止大同市民活動中心的 市區關懷據點 每個星期一到五 都有不同的課程安排 有靜態的畫畫 健康講座 也有像這樣 有老師帶著長輩跟著音樂 全身動一動 因為疫情期間停課 這一停快五個月 長輩們這段期間 都在家悶好久 現在終於可以出門 長輩好開心 而老師也特別準備了 健康運動課程 再重新訓練長輩的肌耐力 我們人就像一個機器一樣 如果你久沒有去動的話 就會退化 甚至於會生鏽 所以其實運動還是要持續 因為如果你在持續的 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肌力 能夠增長 然後再來是 因為其實我們的課程的當中 也有結合一些身體的協調 跟一個平衡的能力 這邊沒開嘛 所以沒出來 那一開始開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就趕快來參加 這樣跟大家一起團體運動 很好 就是健康安全 今年的五月份 我們大同理的活動中心 所活動的各個班次 都已經在五月份全面的停止 那直到上個禮拜 我們才開始陸陸續續的 將原來所開課的班級 陸陸續續的把它 開始的延續 開始的開班 那我們的英法族俱樂部 還有我們這些長者們 來到這裡之後 每個人都好開心喔 配合防疫 活動中心暫停開放 課程也跟著停擺 現在終於恢復上課 長輩們也陸續回流 一起上課共餐 大同站 英法俱樂部 每天都安排不同課程 讓長輩不了 這次在疫情之後 我們也希望說 多開一點運動課程 或是一些相關的課程 讓長輩能夠走出來 因為我們也知道 在疫情期間 長輩非常多 都是呆在家裡 不敢出門 但是我們透過 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長輩能夠出來 不但出來能夠交朋友 也能夠把身體顧好 每個人見面的時候 都互相會擁抱 都說好棒好棒 看到大家真的很開心 那里長在這裡 也呼籲我們所有的 大同理的里民 如果說 你們情況許可的話 歡迎再次的 來帶我們大同理活動中心 來跟所有的長者 來做我們各方面的 長者的 英法俱樂部的一個活動 疫情趨緩 鼓勵長輩多多走出來 動一動 十幾二十位的長輩 聚一聚也動一動 更健康 加成慧玲 汐止 柴寶寶寶 花蓮縣援助民族 聯合豐年節活動 將在11月19號開始 為了向全國民眾宣告 這一項好消息 縣長徐政衛特別來到台北 準備了精彩的原住民歌舞 及美食 招開活動 開幕記者會 花蓮縣原住民族 聯合豐年節活動 將在10月19號開始 為了向全國民眾宣布 這一項好消息 花蓮縣長徐政衛 特別來到台北 準備了精彩的原住民歌舞 及美食 召開活動開幕記者會 人生如果沒有來一次花蓮 來參加全國最風行的聯合豐年節 那你們這一輩子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遺憾 現在是時序已經進到11月了 其實是微涼的天氣 我想來到花蓮 舞一場跟我們族人手牽手 舞一場原住民的我們的歌與舞 之後到部落裡 或者到山間裡 或者到海洋邊 或者到溫泉 泡泡溫泉 以及躺在雙方上 看我們的星空多美 族群很多 所以有更豐富的文化 好山好水好文化 我們還有好美食 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 是全國最具特色的 樂舞節慶 展現了阿美族 布魯族 泰魯閣族 格馬蘭族 薩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等花蓮 原住民族群的文化之美 這個來自千百年 部落的文化 以及祖靈的庇佑 很多很多 在工商業界競爭的 這些好朋友 都不忘了一段時間 就到花蓮 在長陽在大山大海之間 給自己來沖沖店 除了感受原住民文化之美 獨特的原住民美食 農特產 手工藝 也都在花蓮縣 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 十月十九號到十月二十一號 一連三天 在花蓮縣立體育廠旁的 德新大草坪舉辦 歡迎民眾一同來體驗 歡樂圓民風的花蓮之美 以上新聞記者林振傑 台北採訪報導 在1966的協助 從富能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我要跟我的孩子 去慶祝囉 清楚 明文 wied 電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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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家好 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嗯 没有 那就不能播哦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 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载 电线不滚绑 圈子方法比较安全 操头不潮湿 骨髓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 擦头 电气周围 不放陪阳雾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章 细节的长安桥 在上个星期进行的风桥拆除工程 让这个人车呢 现在都要改走新长安桥 不过呢 因为这个桥上的照明设备 有不少都已经老旧损坏 晚上的太过昏暗 造成夜归行人很不安全 所以呢 在新北市议员 廖先祥接获陈琴之后呢 将这个反应给相关单位 来改善照明 保障晚上的行人安全 旧长安桥拆除及人行桥 行建工程 在上个月27号风桥施工 只见双边都已经围起来交通管制 人车都必须配合改道 所以现在包括汽机车 行人都得改走新长安桥 对行人来说 除了多花几分钟之外 现在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晚上的照明不足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民众 都改走新长安桥后 才发现不少的照明灯损坏 晚上走好安 旧长安桥拆桥之后 所有里面都要 必须要绕到新长安桥 现在有发现 新长安桥从五堵路口那边 大概两三百公尺那边的步道 之前所有的灯光 几乎都是坏掉的 那现在行人走起来 尤其是夜归妇女 每一次心光很严重 请民意代表来毁坎 改善新旧定的照明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旧长安桥 已经开始封闭 准备要拆除改建委人心 专用的路桥 那所以说目前过去新长安桥 过去可能都没有一些行人行走的状况 那现在有一些行人都会改走新长安桥了 那就有发现说 那在照明的方面 可能是比较不足的 那包括有一些灯据有损坏了 并没有修复 里长也拿出巡守队晚上巡逻的照片指出 都必须拿出手电筒或是手机照明走 否则真的太过昏暗 因为不少的民众在五毒火车站下车后走回家 晚上走这一段新长安桥实在不安全 所以也希望能够改善 那甚至可能灯据过长 导致还会有部分阴暗处的地方 那我会再请我们的公所 尽速再到现场夜间做一个 这个照度的一个测试 那有不足的地方 那再尽快把它补齐 新北市原料先祥在经货成情后 也将反映相关单位尽快的改善 照明保障夜归行人安全 这次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我在新北市淡水区育英国小 靠近淡海新市镇 因此每年都成为了额满学校 厦长表示 学校今年小学有230人 幼儿园有60人 但学校里面的公厕 除了幼儿园必须跟国小生分开之外 就只有一处可以使用 数量非常的不够 有时候学生下课的时候 都得排队上厕所 在新北市淡水区育英国小 学校最近几年因为位置 比较靠近淡海新市镇 因此每年都成为额满学校 而校长表示 学校今年小学有230人 幼儿园有60人 但在学校里面 公厕除了幼儿园必须 与国小学生分开之外 就只有一处可以使用 而里头是超过30多年的老旧公厕 虽然有经过设备更新 但是数量非常不够 有时候学生下课 都还得排队上厕所 那因为现在育英国小 小学有230人 幼儿园60人 那总共有大概290位学生 那目前厕所 只有男厕一间女厕一间 那数量是偏少 那国教署这边也有合拨 100多万的经费 要让我们做整修 不过学校这边还是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扩增厕所的数量 不管是往上延伸 还是在校地的另一个区域 我们在新盖厕所 让这个厕所的总数 能够符合学生的需求 校长表示 由于去年前 就有向中央国教署 申请公测整修经费 大约100多万元 但是到了今年 碰上了全国小学冷气电力设备 大整心 因此这一笔整修预算 到现在都还没有下文 而日前新北市议员 陈伟杰团队也到现场会刊 议员表示 今年又碰上了疫情影响 整个预算往后延宕 而未来也会透过 相关单位来要求 预计年底前 就可以通过 学校公测的整修经费 那确实因为育婴国小 目前也是所谓的满儿学校 但是因为它又位处在 二期的一个 尽线件的状态 那确实厕所的高度 跟里面的一些设施 真的需要加强的改善 那也协助育婴国小 来跟我们中央教育部 国教署来申请厕所的 一个修缮经费 那因为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修缮经费 都必须往后延 那目前根据了解 大概年底的时候 应该会把这笔钱拨下来 那让我们这个 育婴国小的厕所 来做一个修缮 那也希望提供 更好的一个教学环境 淡水育婴国小 公测女生有六间 南测有五间 加上六座的小便斗 下课学生一多 有国小学生因为人太多了 跑到幼儿园上厕所 显示出学校公测 不只是需要整修 而且数量也非常不够 校长表示 希望可以扩建公测的数量 向上加盖一层楼 也是纳入考量的选项之一 期盼将学校的厕所设备数量 整备完善 提供给学生优质的学习环境 记者许多安一带 学财访报道 秋冬气温变化大 是许多疾病的耗发季节 因此用血量也会大增 为了预防秋冬血液 库存量不足的状况 新北市新店捐血室的呼吁民众 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趋缓 请大家踊跃出门捐血 储备血源 秋冬天气转凉 气温变化大 正是新血管疾病 肠胃道疾病 以及流感耗发的季节 因此用血量也会大增 为了预防血库 因此库存不足 加上近来疫情趋缓 新建捐血室呼吁社会大众 踊跃出门捐血 储备血源 为了鼓励民众捐血 即日起到11月6号前 前往新建捐血室捐血 就可以获得11月5号到8号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 举办的台北国际旅展门票 另外新建捐血室指出 很多民众都误以为 施打完新冠肺炎疫苗之后 必须暂缓血 其实根据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 预防接种组会议决议 民众如果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不管是腺病毒载体疫苗 像是AZ MRNA疫苗像是莫德纳 BNT 或是蛋白次单位疫苗高端 照接种后 没有出现不适症状 都不需要暂缓血 但如果在施打疫苗后 有疑似感冒发烧等症状 请暂缓血14天 等身体状况好转再捐血 民众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下新电捐血室 电话是02-218-8867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由设计大师肖清阳指导的 《淡蓝古道三部曲》影片 荣获葡萄牙国际观光电影节 运动与休闲类宣导片的首奖 影片以功夫之道 仙人之道 跟养生之道串联 不仅记录了古道美景 跟透过传统音乐 跟自然景致搭配 展现出《淡蓝古道》 不同面向的生命力 新北市政府推广 《淡蓝古道》品牌 继2020年 以《淡蓝古道》功夫片影片 获选日本东亚观光影片 优秀赏之后 今年度由肖清阳导演 操刀的《淡蓝古道三部曲》 从149部影片 31个国家中脱颖而出 荣获第14届葡萄牙国际观光电影节 运动与休闲类宣传片首奖 《淡蓝古道》三部曲 分别以功夫之道 仙人之道 以及养生之道集合而成 走遍北中南路段 不仅记录自然美景 更希望传达这段跨越时空 毕露蓝绿之路的处形 《淡蓝》这一块山区 它会经过密林里面 非常潮湿 有非常多蕨类 隐藏着非常多的石头老房子 路上面常常会看到一些鱼垢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水浸 还有这个区域最多最多的 就是土地公 在三部曲中 仙人之道更特别邀请了 朱文旭 周小庆等五位 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南关祖师 踏上淡蓝古道演奏鼓曲 透过音乐演绎出 人与动植物的生命互动 影展评审指出三部曲的记录 除了展现高度的艺术价值之外 志工对环境的热爱与尊重 让全世界人们不再对环境冷漠 更透过了传统音乐和自然的景致搭配 唤起灵魂深处的共鸣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淡蓝古道从2017年起定线修复 在地伙伴加入到行销推广 一路走来宛如鲜明拓肯般的逐步扎根 就由淡蓝古道三部曲 看见了古道上不同面向的生命力 同时再次成功跨越语言 在国际发光 希望更多爱好旅游的国际朋友 看见淡蓝古道 并且透过走古道认识台湾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他们认真学习 他们努力工作 他们追求的是自我的肯定与成就感 育成基金会一直以来 帮助憨额实现就业梦想 支持着他们致力 让我们成为憨额开心的后盾 请支持育成基金会 一元憨额就业梦 就业能力培训募款计划 家庭收支调查开始咯 即日请将在全国进行抽样调查 你好 我是家庭收支调查访问员 你好 访问内容是什么呢 有以下五大项哦 为什么要调查呢 是为了制定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 造福你我啊 这是我的证件 这是公文 那我们的经验 保证不外泄 我保密 您安心 敬请支持家庭收支调查 大家好 我是桂桂 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国道的经验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去年国道就发生超过三万件的事故 其中A1类72件 A2类2076件 造成重大伤亡与民众财产的损失 在此呼吁大家 无论是驾驶或乘客 上车第一个动作 好闷哦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了 有什么关系 只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然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随意1200到6000罚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凯波道昆平旗下的全联有限电视 荣获财政部评选为 110年度电子发票机优营业人 北区国税局三重机证所的主任 特别亲访祝贺 并致赠奖杯及精美磁瓶 感谢全联有限电视用心经营 厚实国家财政的贡献 在地经营30多年的全联有限电视 不仅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也积极使用电子发票 优异的表现 被财政部评选为110年度 电子发票机优营业人 北区国税局三重机证所主任黄昭慧 特别亲访祝贺 除了代表财政部长苏建荣 颁发奖杯外 也自任台湾南却常委证 精美持平 感谢全联有限电视 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全联有限电视公司 克尊国家的法令 和协助推动政府的 税制税政 从103年开始配合 使用电子同一发票 开立同一发票 那到近年来 每年开立同一发电子发票的金额呢 达到30万张以上 那因此 还有载具的使用率呢 达到百分之一百 因此荣获财政部 核定为110年 电子发票 机优营业人的殊荣 全联有限电视总经理 龚邦泰认为 企业就是要努力经营 诚实缴税 他表示 全联有限电视从103年开始 配合政府政策使用电子发票 不仅节省成本 也节能减碳 另外 也删进媒体责任 积极配合政府重要政策宣传 这个103年 我们就开始用电子发票 在110年 我们是全部用电子发票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那么也这个 这个也很积极的 也去协助这个相关单位呢 去对于这些 税务的这一些 这个税制 或者一些宣传 对一些 等等来讲的话呢 对啊我们都 这个都给予一些协助 所以今天 能接受这样的一个 这个 有办法很漂亮的一个 这个奖杯啊 那全联有限电视 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荣幸 三重计政所主任黄昭惠强调 财政为肃政之母 财政稳健 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呼吁营业人 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即配合推动电子发票 建立一化纳税环境 让产业再升级 国家建设更美好 全联有限电视 赞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由北海岸返核行动联盟 与台湾绿能工艺发展协会 共同发起 在绿能公民电厂平台 阳光福特加上展开集资 与绿能工艺 结合群众集资的模式 建置屋顶行光电的 公民电厂 在国境最北的 北海岸正式启用 希望在核电除异之后 能在北海岸 推动能源转型 北海岸核一厂与核二厂的中间 金山皇后镇森林 由北海岸返核行动联盟与台湾绿能工艺发展协会 共同发起在绿能公民电厂平台 阳光福特加上展开集资 以绿能工艺结合群众集资的模式 建置屋顶行光电的公民电厂正式启用 希望在核电除异后 能够在北海岸推动能源转型 我们希望在核一二厂除异后 地方能够有一个以公民为主参与的一个电厂 因为这里位在两座核电厂的中间 那我们认为在过去传统的能源系统底下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是没有办法支持 他想要生产的绿色电力的来源 但是公民电厂结合再生能源 他其实带来了一个让民众可以自己采取行动 去生产自己想要的能源跟电力 这座位在国境最北的公民电厂翡翠一号 集结大众的力量支持在地绿能发展 也将绿能收益转化为地方创生的永续资源 其中有109位民众透过购买太阳能板支持绿电生产 还有75位的民众包含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则是透过绿能工艺模式捐赠太阳能板 并将未来产生的绿色收益回馈地方创生 并且运用于支持能源环境教育的活动 我们一开始的设计 我们就设计学五顶 要架设太阳能光电板 一直在寻求合作的合作的合伴 所以后来找到阳光辉择家 找到绿蒙 那就架设太阳能板 来做一个宣示 那在我们台湾的国境之北 在这么北海岸的地方 都能架设太阳能板了 那其他的地方更能架设太阳能板 这一次在金山皇后镇的这个太阳能场 它很大的意义 它是让过去在核电厂区的这些民众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受害者 可是它可以透过大家集资 或者是公民的捐赠 然后可以一起去发展自己在地的友善的能源 永续的能源 它其实是对气候变迁很大的一种支柱 它也是对过去核电区受灾民众的一种身份的反击 公民电厂选择在金山皇后镇森林 露营区落脚坐落的位置 别具异议就位在两座的核电厂中间 却也因为国境之北日照效益很低 不少太阳能板厂商都不愿投入 经历了困难重重 终于与阳光福特甲合作 期待能够成为成功的示范案例 连北海岸都可以做光电 别的区域一定也可以推动 未来要朝向屋顶太阳能板 遍及全国的目标来迈进 季交平函万里采访报导 石门区农会绿色照顾推动计划 带着农会妈妈们走出户外 来到山区的出黄口农场 这场活动要带领妈妈们 做农村的传统料理 曹阿贵 希望让婆婆妈妈们回味 以往农村家中常常做的米食料理 透过DIY体验 也让米食文化传承下去 石门区农会的绿色照顾推动计划 带着妈妈们走出户外 来到石门山区的出黄口农场 而这场活动当中 农场带领妈妈们 做农村的传统料理操花柜 希望让婆婆妈妈们回味 以往农村家中常常做的米食料理 透过DIY的体验 要让米食的文化传承下去 绿色照顾推动计划 那希望我们的高龄者 可以借由我们在地的一些 食农教育啊 绿疗的这些活动 然后让他们动动手 然后多认识一下 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跟各方面让他们在生活上 有一个多家认识的部分这样子 出黄口农场主人一早就将加入 蜀取草的糯米团准备好 还有萝卜丝以及芋头馅料炒好 放粮备用 让农会妈妈们来到现场进行包线 以及压模的体验 不少妈妈们都现场分享 已经将近三四十年没有亲手做操花柜 多年后再次体验 也回忆起小时候的农村生活 以前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就是清明节或是重阳节 像再来的话就夏园节的时候 都会做这些草花柜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的话 家里的话 他们像今天阿姨他们讲说 有的四十年都没有碰过这种东西了 所以让他们再回味一下 同年的时候 家家夫妇 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些米食 让他们再回味一下 出黄口农场才友善 跟座所种植的作物都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优先的产物 在即将进入秋冬的季节 没有太多的作物可以采摘体验 不过米食料理的DIY 还是让山区农场一日游变得格外有趣 不但可以认识丰富的生态资源 还可以重温农村时代 手做米食料理的乐趣 吉祥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 往年原本应该是一二月才盛开的樱花 没想到最近在新北市新店阳光运动公园 这样就可以看到樱花的踪影 让许多前来运动休闲的民众都感到相当的惊讶 特别拿出手机拍照 纪念这年头年尾 一年两开的特殊花光 现在才11月 没想到樱花粉红色的身影 就现身在新店阳光运动公园 而且数量不算少 整个园区有好几棵樱花树都已经开花 让前来运动休闲的民众都好惊讶 还有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 记录着米露的樱花 因为气候还没到 它不是都是冬天才有吗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樱花觉得很新奇 对对对 觉得它开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看 只是说好像时节不太对了 阳光运动公园的樱花从10月份就陆续绽放 目前有的樱花树已经长出绿叶 有的盛开也有含苞待放 不过提早开花的景象 这也不是头一遭 最近一两年 这里的樱花树总会在花期以外的时间开花 造成樱花一年两开的特殊奇观 一般来说 樱花应该是在冬春交替的时候开花 冬天之后春天渐暖 才看得到樱花粉嫩娇秀的身影 推断可能是气候异常 才导致樱花早开了 而最近天气凉爽 想要赏益的民众 不妨可以到阳光运动公园走走 瞧瞧这11月不一样的景象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周末假期由五谷区周子阳 重画区文化发展协会发起 成名议员服务处等相关单位协办的 五谷周子阳快乐亮相 万圣节亲子变装园游会 特别选在去年底刚开幕的 五谷方舟公园登场 果然吸引了重画区许多年轻爸妈 带着小朋友前来参加 周末假期由五谷区周子阳 重画区文化发展协会发起 成名议员服务处等 相关单位协办的 五谷周子阳快乐亮相 万圣节亲子变装园游会 在五谷方舟公园登场 我们大家共同来共襄盛举 我的服务处一起来协办 加上我们幸福期经会 那各位可以感受到五谷的改变 谢谢我们地方上 大家全力的配合 万圣节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想到天母搞什么鬼 每一次我都看到天母人 有专属他们天母人的一个骄傲 那我很多年以前 我就一直想说 我们五谷呢 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活动 然后让我们 属于我们五谷人的一个骄傲 那很开心 今年终于达成了 活动特别选在去年底 刚开幕的方舟公园 现场果然适应了许多年轻爸妈 带着宝贝前来参加 而该活动呢 更要向大家展示 周子阳重画区的各项重要建设 正陆续到位 周子阳本来就是我们五谷 新的一个市政 新的市政它重点是什么 想孩子多 刚刚区长提到了 我们方舟公园改造 刚开始有很多的声音 怕我们越改越惨 结果事后证明了 只要用心可以做得更好 陈密议员也强调 周子阳为新的重画区 需要创建的重点自然比较多 但五谷不分新旧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才能打造整体幸福居住环境 以上新闻记得林振杰五谷采访报导 新制租任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东在租任期间不得调涨租金 收取电费要冤名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级距之金额 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 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 都可提前终止租约 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 租任关系消灭后 房客遗留物视为抛弃所有权 更详细内容请上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为您插播一则外电消息 极端的气候 全球暖化造成西伯利亚小镇 维克扬斯克近日测得摄氏 38度历史高温 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报告当中指出 整个北极的海滨覆盖率持续下降 种种数据全都显示 地球的气候变迁正在持续的 OK 这是我最爱的咖喱耶 这是太低热烈 啊 别动 别动 啊 我没关了 放心 外的瓦斯安全 我已经换装了 这些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 微电脑瓦斯调 第一位请勾动一下 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 哦 在一起 在一起 换表真好 安全没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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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帶給各行各業新的挑戰 也讓全球看見永續的重要性 台北市政府今年持續的舉辦 台北好設計暖心創新挑戰賽 邀請大型企業跟社會企業共同合作 腦力激盪出永續與商業中的新契機 琳瑯滿目的商品映入眼簾 讓人看得目不暇忌 其實這些都是台北社會企業 與大型企業合作 設計出各式各樣的產品與服務 以嶄新的合作模式 打造社會與環境的解套方式 就台北市來講 整個活動環步 北京達到4.7多中央 我們超越級的密集 今年的挑戰賽以企業出題 設計解題方式 一家家不同的社會企業代表上台簡報 講述著如何與大企業共同激盪 永續與商業中間平衡的新契機 也帶出不一樣的台北軟實力 如果藉由公司單位的密集合作 除了營利以外 也要注意整個社會的價值 這是一種新社會型態 從下的組織 今年的台北好設計暖心創新挑戰賽 分為食農創新 環境保護 社會採購以及循環經濟四大議題 各項不同的合作模式 都是由企業與台北好設計 以創新的永續模式連結 共同打造更大的產業效應 接著曹德華 財寶報導 隨著疫情趨緩 各地方政府積極的推出振興旅遊方案 搭配近期上路的國旅券等加碼優惠 希望搶攻觀光商機 2021台北國際旅展 11月5號也將在南港展覽館登場 農委會特別規劃了500條綠色的油城 讓民眾體驗休閒農業 而且價格相當低廉 一個人不到一千塊錢 新鮮水果 零食餅乾 台灣農特產品質優良 不管是和家人分享 或是買來當伴手禮都相當適合 尤其11月5號即將登場的 2021台北國際旅展 農委會更規劃500條 國內特色農業體驗油城 而且每個人也只要888元 那我們會推出 大概有500項的農業旅遊的一個油城 除了能夠很歡樂的 去遊玩我們的休閒農場之外 也能夠品嘗我們的田園的一些美食 消費滿一千塊 我們會再加 就是加送 可以抽58萬張的農遊券 這個種場率非常的高 哇 哇 2021 ITF 台北國際旅展 感受農村生活 購買伴手禮 消費滿千送百 還能抽農遊券 隨著國內疫情趨緩 各地方政府也規劃套裝行程 飯店住宿直接下殺1.2折 餐券也有5.2折優惠 希望搶搭國旅券商機 悶很久的心大家都要出籠 那大家都想要消費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 呃 努力的加倍來消費 國外很多的這個預估 就是研究單位 他們大概把國境開放 國際觀光重啟的 都是預估在明年的Q2跟Q3 就明年第二季起 隨著疫苗普及 專家預估明年第二季 國際旅遊將出現轉機 日本美國因為和台灣關係加温 勢必成為國人出國首選 為期四天的國際旅展 不只要就國內觀光 也為沉浸許久的國際航線 提前暖身 記者 邱世民 台北報導 2021北投湯首觀音祭的活動 11月6號 7號 將在新北投地區登場 為了重現豐富的文化資產 台灣一起公益協會的 邀請民眾搭乘古董車 暢遊北投周邊的古蹟景點 導覽普济寺 順便參觀市集采接 欣賞道地的那開始文化 淡大文資藝術中心教授張秉煌 使用數位一筆 輝豪祈福 為2021湯首觀音祭活動揭開序幕 有別於傳統神明繞境 用嘉年華氛圍 環保方式舉行 地球保存及傳承世界唯一的 湯首觀音文化 我們都可以做觀音 因為我們都是帶著溫暖的心 伸出溫暖的手 需要我們排分解難 救苦救難的 我們每天都在發揮自己的好功好德 這個就是湯首 其實不是守湯 是守護我們自己的溫暖身心 湯首觀音祭活動由普济寺 台灣一起公益協會共同主辦 11月6日7日在新北投車站熱鬧展開 除了可以暢遊北投古蹟景點 導覽普济寺之外 還能參與市集 采接 欣賞道地的 哪個市文化 我們就會載領遊客去繞這個北投公園 還有北投公園周邊的古蹟 那麼到普济寺的話 我們普济寺有專門的這個導覽人員 來做為大家做導覽解說 七星公園的這個大草皮呢 我們總共有高達66個這個 包括有各式各樣的這個攤位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主辦單位透過辦理系列活動 不但為北投祈福 更希望累積文化資本 活化產業 努力推動地方創生 記者游祥亭 台北採訪報導 秋高氣爽正式舉辦活動的好時節 為了推廣在地茶榫文化 台北市文山巨公所特別舉辦了藝文活動 許多民眾的西家代卷參加 除了有劇團的表演 現場還能夠體驗鐵觀音茶 跟新移民傳統文化 內容精彩豐富 民眾收穫滿滿 來自巨岩島上 動作總是慢吞吞的球球龜 在決定接受挑戰後 卻遇到攻擊 包括現代家長的育兒難題 跟生命 環境教育 透過直播舞台劇精彩呈現 寓教娛樂 不過最吸引觀眾的 則是身穿各國傳統服飾的 新移民舞蹈表演 讓觀眾體驗多元文化魅力 我們這次活動其實適合合家 很多是阿嬤 阿公阿嬤帶著孫子 那還有媽媽帶著小孩 其實藉這個機會 有一些孩子是比較大的孩子 國小的 那他們會對茶這些很有興趣 那我們也希望從小扎根 讓小孩子能夠認識 會場另一頭 常常人龍排成一排 等待DIY製作 具有淡淡香氣的緬甸傳統護膚品 另外地方名產 綠竹筍的彩筍道具 讓人津津樂道 還有人玩起了配對闖關遊戲 好好認識鐵觀音茶 振興地方的產業 那同時 那我們是會結合 像新移民的多元文化 那我們 還有我們會宣導人口政策 因為現場有很多的小朋友 那他剛好是台北市政府 助理好運3.0補助的對象 所以我們在也特別來做一些 這顆人口政策的宣導 包括文山區在地樂團 也帶來快智人口的音樂表演 讓大小朋友們 都能夠徹徹底底的放鬆身心 原本在每年五六月份 舉辦的地方茶筍節活動 因為疫情年到年底舉辦 主辦單位文山區公所 除了會場活動 也加開網路直播 讓沒辦法前往現場 但對地方文化有興趣的朋友 也能夠共襄盛舉 記者顧參詠 台北採訪報導 至於雙北地區 有哪些最新的活動消息 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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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老師lev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